小程序的框架里面提供了一些组件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组件去构建小程序页面的界面 这些组件就像是html里面的标签 之前我们已经用过了view组件还有text的组件 view组件就是一个包装组件 text的组件是用来显示文字内容 如果组件里面需要包装其他的东西 这些组件都要有一个开始标记 还有一个结束的标记 结束的标记的前面会带一个斜线 在这个开始还有结束标记之间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内容 比如说在这个view组件里面去嵌套一个text的组件 在这个text的组件里面可以去添加想要显示的文字 小程序的组件上面有一些共同的属性 比如说id 它可以去给组件去添加一个唯一的标识 class可以在组件上面去定义类 你可以在样式文件里面去设计这些类的样式 style属性可以在组件上面去添加一些内嵌的样式 这些都跟html差不多 不一样的就是 你可以在这些属性上面去绑定动态的数据 可以用两组画过号 里面可以去绑定一些数据 你可以去在里面做一些运算 然后根据运算的结果来决定这些属性的值 在组件上面你还可以去使用一些data开头的自定义的属性 data后面有一个小横线 小横线在右面就是这个自定义属性的名字 这些自定义属性的值会包含在组件的事件律项里面 这个组件上面还可以去添加一些bind开头的一些事件绑定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组件上面去绑定一个tab实件 这里可以去用一个bindtab 这个tab就是实件的名字 它的值就是对应的实件处理方法 在页面的主逻辑里面我们可以去定义这个方法具体要做的事儿 比如这里我们添加一个tab handler 一个invent参数 在控制台上面输出这个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到开发工具呢 它就试一下 点一下页面上的这个标题 在控制台上面你可以看到会输出一个invent对象 我们可以打开它 在它的target下面有一个dataset 这个dataset里面有一个title 这个属性就是我们在组件上面添加的那个自定义的data属性 想要隐藏组件 你可以添加一个hidden属性 给它放定一个true 这样这个组件的内容就会被隐藏起来 如果你不想渲染这个组件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wxif 把它的值设置成false 这样这个组件就不会被渲染出来了 设置成true 这个组件又会重新的渲染出来 如果你只想简单的去隐藏组件里面的内容 可以直接使用这个hidden 组件也可以是自关闭的 比如说小程序里面有一个icon组件 可以用来显示小程序里面内置的一些小图标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icon 它可以是一个自关闭的组件 就是不需要结束的标签 直接在这个标签的结尾去添加一个斜线 在组件上面除了可以使用一些组件共用的一些属性以外 不同的组件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特定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在这个icon组件的上面 可以用一个type属性 它的值就是这个小图标的一个类型 或者叫小图标的名字 具体可以使用的值 你需要参考icon这个组件的文档 比如我们去给它一个success 显示一个表示成功的小图标 再换成一个info 表示信息 这个icon组件上面还可以添加一个color属性 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小图标的颜色 添加一个color 给它一个颜色的值 我们还可以去使用icon的size这个属性 去设置小图标的大小 默认这个值是23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40 6 6 6 7 2 2 4